像这一片肉卖多少斤 这个一片肉是24块钱一片 它的重量的话就是2.8至3.2 怎么这么贵 这么贵啊 你看我那儿那么前面这么多全是丢的哦 兄弟们我天里迢迢跑四川逛汗来了 在四川天天吃火锅吃的已经上火了 但是今天不吃火锅 今天来吃一个大名鼎鼎的联山回锅肉 这个就是我们做联山回锅肉选用的原料 就是煮的多点肉 煮不濕 就是煮到猪的屁股 我们一头猪的话能取60片肉 咱们家一天最高的猪能买多少 1000多片 这全不是新鲜肉哈 我们不这种的 这是猫肉还是猪肉 这是猪肉 咱们这个不用焯水吗 我们这个不需要焯水 因为我们这个前期已经处理得很干净了 是不会有任何冒行为的 它也会加点葱姜料酒 也会达到粗心的效果 这个就是我们做回锅肉的秘方 这是豆瓣酱我们自己做的 这个就是我们现在要准备切的一坨肉 你们看一下这些扁扁过过嘛 我们都要取掉好多 这些我们都是不要的 但是它都是多余的 现在接下来这都不要吗 都不要 是水中间最精化的部分 为啥是说我们的回锅肉怎么能够一些 就是我们一定要让观众看到我们就是 我们丢的丢了很多 这个可以要了吗 嗯 马上哈 我看一下 这个基本上可以要了 你看它这个肉切出来 它是有一种肉香 就绝对不会有 你们说的就是那种的毛鲜的味道 它切出来是一种肉香 这片肉是多少钱 这片肉是24块钱 这片就可以用了吧 嗯 可以啊这片可以用 这片肉就能卖24块钱 这些那些都不能卖 就这一块肉卖24是吧 对这一片肉就是卖24 你看这么大一片 有没有人说这个肉有点贵 有嘛很多人都会说贵 但是我觉得刚刚就是我们在清洗过程当中 我也说就是我们包括这些工艺 还包括就是我们丢的这么多 我觉得还是对得起这个价格 那咱们这个肉是乱片卖的吗 对 一片两片都卖吗 不不不 它是这种肉的话 它是六片起草 六片 六片是多少钱 六片就是144嘛 你看这些都是我们不要的 你看一坨肉再多大 我们这就全部都不要了 这半头猪 我刚刚说了哈 就这切了25片 正常的能吃多少钱 正常的话就是30片左右 一般都是不超过32片 就算是三 切油的话都是让人做特别大 都是菜油 不要不要要加我们要加猪油 和油炒的 加点猪油 两个炒半片 哇小心点 这一锅多少钱啊 这一锅1928片肉 一锅火不是吗 两回锅 哎 它这个火大就弄开的 这个火大炒的哪有点 还炒不错 这是香菇大师 将一锅拿来回炒 拿一回炒 拿一回炒 这个是水煮的几乎是吧 是我们根据肉的对 火候嘛 你一大圆就学着就吃吗 对我大师说的是理论 我说是两种说 这个是理论 哎 这个是我们的第一支豆瓣酱 就是刚刚你们看到的 先把我们的豆瓣酱炒出来 颜色好漂亮嘛 香 这怎么办啊 回锅肉不用碟锅是吗 不用 我们回锅都不需要碟锅 而且怎么打一片油这么多 碟要糖到师傅 豆丝 豆瓣 这个啊 甜面酱 甜面酱 这是我们熬制的那个酱油 自己熬制的那个 鹅羊红 鹅羊红酱油 鹅羊红酱油 香油也是名字的啊 自己熬嘛 再加入那个少许的味精 再放入蒜苗 最后加入我们的 碟锅水 好 不用 这已经熟了 熟了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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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4块钱一片的回锅肉 你们吃过没 这一盘198 哇 看这一块 一口根本吃不完 最大的香味就是这个豆瓣酱 它这个豆瓣酱 确实香 这一口吃的太满足了 确实跟其他不一样 我感觉最大的不一样就是 它这个一口能吃的非常多 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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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六个金钱